大家好,我是一样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遇到熟人想不起对方叫什么了 刚放的东西就忘放哪了 走的半路就忘了去干什么 出现这些情况就说明记忆力正在减退 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提高记忆力的学位 中全学 它在腕背侧的横纹中 就是这个位置,正好与虎口相对 把手腕的宽度分成四等份之后 据拇指侧四分之一的地方也就这里 就是中全学 也就是总身肌腱绕色的凹陷中 中全学是境外齐学 找准了以后,先伸出右手 用右手的拇指去按入左手的中全学 力度不要太大 你感觉到微微的酸痛就可以 按入三分钟 然后再用左手的拇指去按入右手的中全学 也是按入三分钟 每天坚持早晚各按入一次 坚持按入能够有效地提高大脑的活力 增强记忆力,缓解健忘的症状 生活中有些人以前记性都很好 几乎过目不忘 过去很久的事情还能记得一清二楚 讲得头头是道 慢慢地就发现 做事情丢三落四 提笔忘字 而且刚刚想起的事情 转眼又忘记做了 充足的睡眠可以让人精力充沛 大脑也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这样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 如果经常睡眠不足 对记忆力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头脑一片模糊 记忆会变得很糟 经常用脑的人 也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保证足够的营养 这样才能够满足日常的需要 也有很多老年人 突然觉得记忆力不如以前了 有些老年人是因为退休以后 用脑的时间减少了 工作的时候会启用大脑 大脑一直在工作 退休之后大脑被闲置了 就会使大脑退化 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情况 那么平时就可以多用脑 多思考 除了以上的方法外 空闲的时候 可以做做一些适合自己的户外运动 比如慢跑 爬山 打羽毛球 骑钉车等等 既能够吸收户外的新鲜空气 减轻大脑疲劳 又能够输活筋骨 加快新生代谢 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阳 咱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